看看花生事件 之前派位三个同学说我不辛苦 读书是我的本份 怎料有网台抽水 是大频道 真是几十万订阅的 小薯期 结果是即晚神还原 但是保骑发声 抽小朋友水不是那么好的 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阴影 然后我补充 不知道人家看完会不会有压力 始终是小孩子 有些水是不能抽的 结果这条影片 我开机前看一看 似乎已经消失了 还是他在Facebook 照计他YouTube有频道 没理由不播 应该秘密下架 因为闹大了 自从保骑发声ERROR ERROR保骑人们都开始不满 也感谢保骑站出来说 另外另一边 黄美琪TB一些艺员 黄书琪 不是妹妹 黄书琪三级片的时候 那个小童星 就是那个 大家有没有印象 他结婚了 和老公钟建威 拍《老婆本分论》 他相对正经一点 真的转化了 老婆一星期七天都起床煮早餐 也不觉得是怎么辛苦 老公一回来 我就教水洗澡 更多是属于正常二次创作 但小薯茄更多是搞笑色一点 很多网民没有回忆 想不到你神还原 还原不要超越 说了很多网络的潮语 其中说 抽水比现在的编辑更快 大家很开心在围派对 但现在视频似乎不见了 我开机前看过不见了 黄美琪应该在社交自己贴 按照计 因为小薯茄有youtube 没理由不放 有youtube的诈钱 黄美琪的比较有趣 他因为只有老公做工 因为有三个人 后面有两个 他就放了纳笔小身 勾嘴的表情 当后面有两个同学 更多是二次创作 还有没有太多想搞笑 有些赞声 那些 保琪就出来发声 一群人在Facebook IG 就不断发声 在笑 或者讨论 是否有没有想过 那些小朋友的感受呢 就是这样 也要多些思考自己对社会的行为 因为保琪 我之前是 轻轻看见他好像洗心甲面 跟柳俊刚跑步 跑一跑 跑出新境界 好了很多 以前他是骂网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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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进步 孩子长大了 他说不要只顾着流量 就做一些可能一失足成 而引致大错 总之大家都共勉知 有一些秘技的小朋友 上集都是很远转就着说 也有鼓励的 你说是否就着就不是真心 我都觉得他们未去到好作状老迹那些 因为他们还懂得笑着 有些小朋友 因为我教兴趣班都有教小学 有些很深刻 很假的 也有些很借的 很呆的 你问他十句话都答不到你一句 全部答一粒字 两粒字的回应 那些当然不好 但是也过分地老迹 他真的用假声 假康整个新闻报道员 好像朗证 他和你上堂 闲着聊天的状态 那些也过了些 但当然不知道他们实际有点 只是我们 屏幕看到那几十几秒 但起码他们也有个会笑 那一刻也有点童真 你说是否要这样去抽水 或者评论 评论我没有特别看这么多 我看了少少一点 这些要避忌 尽量这些 尽量这些 不能够说得太短 因为小朋友 你不知道的 现在大佬 这个世界 小朋友 突然想多了 而且保奇怕他会有点阴影 难得人家 其实他说得对 你当辩论大赛 他现在拿出来的论点 你又好像挺难去反驳 如果两边 你当为什么不能抽水 又不是什么 你假装什么都要咬一餐 他那篇文是 成年人必须要学习 多思考 多用劳 努力读书 努力做好本分 本身是一件很热血的事 这句有无敌 他这样回答 我们也分析了 我说 大家小时候可能会看访问 电视娱乐新闻台 为什么你明知道 他回答得这么行 明知道什么 骂 问你当然是表达心声 不行 事实上社会有一个礼仪 大家不可以公开 去说一些不好的事情 如果娱乐圈 更加你是艺人 又带出一点 为什么大家会炒热 吴若熙那件事 你是艺人 不是什么都可以说 他抱着 为什么我不能说 因为你是艺人 你的言行是影响很多东西 你是公众人物 是吧 言行影响一切 所以就是不行 第二支咪 你就不可以 我多想当众骂他 都不行 就是要说一套说话 那也是访问 而且你考虽得很成绩 而记者来和你访问 如果你想想 我就是说分析了一个点 如果那个不懂性的 他没有接受过这些访问 演讲 讲话 锻炼的校长话 他们有很多锻炼 如果没有的不懂性 其实我都没有什么要读 我是星期六日放假 读一下 放学回去 打下机 洗凉 休息 看电视 读一下书 做完功课 睡觉 如果你这样回答 就犯中路 立即不是这些 立即闹 连学校都随时要出来破火 如果不懂性 其实他可以的 算是标准答案 当然 那些人就是说 六年级已经懂得回答这些 会不会早熟了一点 当然你什么都倒转 其实是否我们应该要再 开放多一点 现在原来小学六年级 已经要懂得回答 原来学校已经锻炼了 所以有些好学校 游天是厉害的 十几年前的辩论队 已经是能言善变 他说 好像一个人喜欢踢足球 他每天都会刻苦训练 以做到某个目标 都为一个最终的终点去奋斗 那就不辛苦 也可以的 他这么说 我又不是说 特别要支持哪一边 事实上 我这条片的核心就是 有些水是不能抽的 小朋友水不好抽的 其实 至于还有什么水 我一时要整理一下 小朋友水肯定不能抽 我们只是评论 评论和抽水不同 不是借影片说 什么都叫做涵盖 是抽水 评论和抽水不同 他们那些就真的抽水 那些叫抽水 他说应该有respect 如果有一帮人拍片嘲讽他 小朋友会不会有童年阴影 他很介意这个 还有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 这样说话是错 搞到他以后不敢说心底里的说话 大家要多点思考自己 对社会的行为 不要只顾着流量 而做一些大错 共勉之 我肯定跳出来 我这五六七天 应该都 立刻弱了 我们都说真的立刻弱了 有些观众就是要看那些花生 有时我们早点走 早点离场 真的早点离场 不要磨难 其他人怎么做 我没有意见 我自己对待自己的态度 就是我们先跳出来 因为很多东西报 其实真的很多东西报 大家多角度思考 其实要尊重小朋友想法 其实只能够就是 然后网民有很多意见 就是终于有人出来发声 我支持你 也有些人觉得 他们在网台中 在虚拟小朋友 也有些人说 笑足一天 人家小孩有阴影 万一小孩进去看 看那些留言 看下看下 会怎样 你觉得那些小孩的感受 永远什么都是两边站来看 即是将心比己 即是你反过来 你是那个小孩 喂大哥 我觉得他这样回答是必须 不要说对还是错 应该要这样回答 难道说没有 我只是打机 我没有读书 不读的 没有读过的 你觉得这样回答完 你死不死 可能那间学校也不收 那间华人 黄人 英王 立刻不收 可能立刻不收 那些学生 你猜 你觉得很轻松 所以他这样回答是没错 但既然做了一件没错的事 为什么会引起来这么多批评呢 他可能问回老师 或者老师 不是你们教我应该这样回答的吗 那个礼仪 社交 对着公众公开场合 应该回答一些客套说话 为什么会被人骂 可能哭着和校长问 然后甚至可能 喂 不行的 还有回答又死 不回答又死 如果你说打机 那就死定了 可能一分钟学校都没得进去 那间 他好像是读华人 华人后面的英王 还有一个就是 黄人 刚刚说错了 有没有说 总之那几间名校 大家保证 补充 现在他正常标准答法 又被你帮人抽税 你想我怎样 不行的 小朋友不行的 有些譬如娱乐圈 他一定预计了 你出了娱乐圈 你预计了被批评的 你每一个言行都会引起一个 舆论的 一花生就会造成的 那你就要预计了 但小朋友 原来我读得书好 都要被人指点点 有没有搞错 这个就是 那个问题 大家是 大家是糾结在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人 一见保琪发声 立即撒 一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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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拍片 为了制作搞笑效果 就漠视了小朋友的心理阴影 而网民也毫无避忌 留言大肆在这里 完全不理人家小朋友的感受 如果小朋友进来看 你不知道他强大还是脆弱 就算多强大也有六年级 这样狐狸一个小朋友 相当不好 引起了一连串讨论 现在小树企的片子似乎不见了 黄美琪的相对会是正常一点 她的呈现会是正常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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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女生拍片 可能效果又会不同一点 感觉更多会觉得是二次创作 但是小树企一个 你说都可以是二次创作 但是她的出发点 是想引起观众开心笑的 但这个笑会不会令到 如果有一个人或者三个人 或者去家里的人都会哭 这个就是要思考 总之小朋友的水 其实不能抽 要很小心 我们只是评论 我们是宏观多角度 也轻道地有站在小朋友那边 亦是宏观分析了一件事 看看大家怎么看 今集先来到这里 对这些风气如何理解 大家留下自然的研究一下 有什么想法 下面留言继续文字交流